创立了15周年的九哥管弦乐团 日前特别安排在桃园展演中心 为脑性麻痹的孩童 举办一场慈善的音乐会 一半的门票收入将会捐赠给 桃园县脑性麻痹协会 好听的哆啦A梦音乐会 由国乐团全程演奏 展现细腻的音符乐章 相当特别 这是九哥管弦乐团 为脑麻儿举办的慈善音乐会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 他只要眼睛闭起来 就好像带着小叮当的任意门 他可以随着他的心灵 飞翔到他任何想去的地方 艺术总监兼指挥孟美音 从小行动不便 因为热爱艺术 投身鼓乐团并专攻指挥 手拿指挥棒的孟美音希望 让这些孩子拥有自己的 哆啦A梦任意门 对他的理想的坚持 他对他这个音乐之路的不放弃 我觉得同样的可以带领我们的家长 带领我们的孩子 知道我的梦是最美的 希望你常常走出来 跟大家一起 人群一起 互相关怀 那么你的世界就会更开广了 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走出来 因为这个身心障碍的家庭 他们很难得很难得 有机会静下来欣赏 一场真正的演奏会 慈善音乐会集合60位国乐演奏家 鼓励脑麻家庭走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I can do it 新唐练演的电视 副书家许军 他们投影报道 谢谢大家